各位同学好,我是文圣老师 那我们今天接着来讲数位输出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,在我们盒子里面呢 大概有这几个东西,它都可以算是数位输出 包括单一颗的LED 然后三颗红黄绿 红绿灯模组 这个是RGB LED灯 这个是继电器的背面 继电器的正面 那我们刚刚看这几个呢,都是属于数位输出的一个模组 那数位输出呢 大部分像刚刚前面这几个LED LED大部分是可以数位跟类比通用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 开或关 那也可以调 类比的话就是可以调 你的亮度 调输出的亮度 好 那不过它算是双用的模组 这几个都算是双用的模组 那这个寄电器呢,它就真的是纯数位输出的模组 它只能用数位的方式去控制它 那么多黄的 我们再做好看的 那我们再做好看的